大溪月梅休闲农业区荣获最受台湾游客欢迎的农场第二名 现在也正值大溪韭菜花季 中家宽平北建多谈节目桃园开讲 邀请桃园市农业局长跟大溪月梅休闲农业区理事长 一起来讨论大溪休闲农业的发展 局长也特别准备了韭菜花束送给主持人 展现韭月学的美丽 那大家知道 韭月我们桃园最棒的农业产品就是韭菜 韭月酒 那当然呢这个韭菜呢 田里面可以种出非常漂亮的韭菜花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韭月学 所以我们的青年农民朋友 今天特别制作 你看这么漂亮的韭菜花 要请我来送给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 巧妮 来 谢谢 第一次看到那个韭菜花 其实它做成发出真的还蛮漂亮的 而且是我们青年青农朋友 真的很用心的栽种 然后把它包装这么漂亮的韭菜花 大溪韭菜花节已经是大溪在地的特色品牌活动 为了推广地方农特产 也推出许多韭菜的衍生产品 局长也都特别带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我们韭菜的相关的这一些产品非常多 那包括可以吃到韭菜的肉丸 还可以吃到韭菜的香肠 韭菜的伴手里非常多 在我前面看到有韭菜的我们大溪农会 特别把它做成韭菜的面线 还有韭菜的面 然后还有很多韭菜的一些产品 韭菜的柜这些都可以在当地的这些农场来吃得到 那看到我前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韭菜宝宝 那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大小朋友都能够参观 那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农场都有做一些农事体验 让你去了解说这个韭菜是怎么生长的 大溪院媒休闲农业区经过多年努力 在今年的一到九月有近150万来访人次 理事长表示休闲农业区将在地特色放大 并且结合自行车步道 不仅带动人潮也让在地的产业更活络 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非常多元化 像刚刚我们如同我们局长已经介绍大部分 我们从生态部分还有水资源 还有我们有一个国定古迹是李腾方古宅 对 再来就是我们的农业核心 就是除了我们的水稻跟蔬菜之外 其实我们月媒是一个花卉源域的聚落 所以我们现在协会主要都是在朝着推动身心灵 还有大自然疗愈的农油方面来推动为主 我们里面有那个自行车的业者 还有Ubike 还有就是电动电动油员车 所以方式非常多的 对 而且我们还有所创为一个就是我们有提供个免费奉茶的APP 就提供游客就是免费奉茶的行动这样子 众驾宽名北界多谈节目桃园开讲 倾听民众声音 关心在地需求 监督市场建设 将在每周六晚间九点跟观众朋友见面 邀请大家锁定圈四北界火力频道 了解桃园大小事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